就是我们黑龙江啊 应该说人才实际上是不缺的 有很多的高校 也培养出很多的这种优秀的高材生 但是呢 过去有很多孩子 可能是想要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 都走出了家乡 走到了其他的各地去 但是现在尔滨的这种火爆的情况的话呢 实际上又勾起了很多孩子的 回家的这种 心心念念的这种家乡情怀 所以这次这个尔滨的这种现象的火爆 我想从深层次来说 是我们所有全国人民 对东北地区的这个发展的一种共同 用服务 用我们的这个政策 包括我们的这种点对点 心交心的这种沟通 对整个东北地区的这种发展环境啊 这个营商环境呢 我们都是像爱护眼睛一样 这个保护珍惜着 营造出来的这种共同的氛围 形成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共同的认识 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 哎呀 家乡也是可以有自己大展身手的地方 就是在这次尔滨现象之后 新增的这个住房购房量 超出了历史上的这种同期的很高的一个数据 这里面的很多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甚至说想要这个回到家里面再继续发展 再继续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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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的这样的一些群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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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